在新加坡,相较于平脚板,有高脚弓的人似乎比较少 但这并不表示高脚弓带来的脚步问题会比平脚板来得少 高脚弓的骨骼结构往往比较僵硬,因此比较难以治疗 许多有高脚弓的人会试图使用普通商店里售卖的鞋垫来缓解疼痛 但是这可能会使毛病恶化 会使得脚踝外侧韧带或踩骨关节变得不稳定 从而导致足部问题变得更严重 高脚弓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遗传和神经系统疾病 在一般的情况下,肥骨肌肉萎缩症或马蹄内翻足迹型的可能也会被视为高脚弓 高脚弓群在进行体育活动或甚至在日常活动时,比较容易受到某些扭伤 高脚骨骼的脚只能依靠三大平衡点 第一和第五指骨头,以及脚跟骨 这会降低高脚弓的减震功能 高脚弓疼痛一般是因为以下的几种因素而起 因为关节退化,骨膜炎,肌腱炎,华狼炎 以及神经炎所引起的脚外侧疼痛 脚踝关节不稳定和经常扭伤 第一指骨下方疼痛 这可能是脂骨骨折,脂骨炎,弯节炎或肌腱炎等 脂底腱膜持续紧绷而引起了脚跟筋膜炎 脂骨和脚外侧骨折,还有最后就是因为高弓塔线而引起逐步结构机型 高脚弓患者在进行任何治疗之前都需要进行彻底的动力学评估 而如果牵涉到任何神经疾病 患者将被交给有关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诊断调查 一般来说最好的预防措施是在儿童八岁之前检查他们的双脚 以确保发育正常 第一线治疗一般采用特制的逐步脚型器 以便调整儿童骨骼成长 这些脚型器为各种不同的脚型而精确的设计 因为高脚弓的适应力比其他脚型差 所以即使是极小的偏差都可能会对膝盖、臀部和脊椎造成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